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這位帥哥名的 《好辣醫師團》 為人母真的不容易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從懷孕到生產 到底有多少不為人知的心酸事 好辣軍團們 又有哪些血淚指呢 大家好 最近 我們的喜事連連 我們製作人剛臨盆 恭喜 剛升完 最近我朋友的前幾天 他們本來遺產期是2月27 就拖到29 大家怕2月29生嘛 是能夠最生日的耶 怕就硬塞著這樣 因為一直都是胎動嘛 到3月2號叫我們拆 開始下注 一個人有10塊美金下注 那我就拆3月6號啊 這麼多天 因為他27拖到現在 他還逛街耶 他是推著輪椅去逛街的 因為很愛逛街嘛 結果他是3月2號叫我們拆嘛 3月3號就生了 對 我說這個根本就是大手 對 射一個局 大家想說往後猜 就生小孩最近喜事相當多 對 我自己身邊有朋友 剛生小孩 也是在2月底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疫情最有幫助的 就是說可能過4個月之後 可能小孩會出生那樣 對啊 所以打手游只有 對 不只打手游啦 對 要看書啊 這個很輕鬆的話題來講 可是媽媽生小孩 危險性很高啊 我聽我那個朋友講 我會嚇死他 其實他生了 16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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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難想像 可是在醫生來講 這算小案子耶 真的嗎 但是他說 所以他痛很久 而且他說那個痛啊 是筋痛的10倍痛以上 我可以想像筋痛那個痛 我就已經崩潰了 所以你看 這樣子嚇你們以後就不生了 我覺得今天這一整集 聽完我可能會要 就是你知道 沉澱人家心情 可是妳放心 每個女人是從這個 就從這個故事開始聽起 對啊 到最後自己生了 也就生完了 對啊 別人能生 我怎麼可能不能生 女人生小孩是天啊 你們不要騙我 很舒服 一打下去就舒服了 所以跟媽媽講啊 生還好 是癢比較好 對 對不對 我們今天講 超崩潰的哪些呢 產檢好噩夢 這些話媽媽都不想聽到 事實上有時候媽媽 不是只有不想聽到 她也不想看到 那我記得之前我的病人 她本身是不孕症 好不容易真的是 努力了很久以後 她懷孕了 那懷孕了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 陸續的追蹤 大概在超音波 在九週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點怪 那覺得說 她那個小朋友的頭 好像比較小一點 那大概到十週的時候 事實上我已經就確定說 她那個是叫做 無腦兒 所以一直 我跟她講說 這個小朋友有點怪 那到了十一週 我跟她說 我真的確定 這個就是一個無腦兒 這樣子的孩子 沒有辦法要 然後當時媽媽跟 就說 醫生妳在跟我開玩笑嗎 我說 我很嚴肅跟你講什麼 我私在跟你開玩笑 她當場翻身起來就走人說 醫生妳騙人 然後就走了 那後來她可能就慢慢的 心情比較回復以後就回來 那也就是說 接受說我們幫她做 迎產手術 那迎產完了以後 大概又休息了 大概快一年多 她終於又懷孕了 那這時候懷孕的時候 很高興 然後每次我只要說 就這樣發一個聲音 她就 這一次怎麼了 你嚇死了 你嚇死了 對 那到最後那個看病人的時候 我就搞不懂 為什麼還找妳看 對 連眼睛都不敢眨 你知道嗎 結果因為她是高齡產婦 結果我們就做了那個 羊毛穿刺 出來報告是 那這時候媽媽真的 真的是可能崩潰 我就在想說 剛剛瓜哥講說 可能再也不會找我了 然後後來 因為她那個週數 她又忍了很久 因為有可能 也去看了保倫哥或其他人 所以最後的結論就是要 後來她因為週數比較大 所以那個 影產真的影不出來 是變成要 你看人家生出來是孩子 她生出來是一個 要影產的孩子 第二次 所以到了第三次她來 終於又懷孕了 那這懷孕的時候 那每次產檢 真的我都要撐住 都不敢 只能跟她講 這個不錯 看起來還可以 那這個看起來 她還可以是什麼意思 她就說 我就說到目前為止 沒有異常的部分 那到最後終於就是說 因為她之前在 二十幾週的時候 剖腹產 就是說把那個影產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建議 她這個是要直接剖腹產 那到剖腹產的當下 那個孩子生出來了 她才放心 她才放心 不是 我說那個傷口沒辦法縫 我說妳爸爸是在冷睡 他說我真的等了很久了 才把那個壓力給釋放出來 這媽媽好聞到 真的 以前還沒當媽媽之前 真的都不知道這些故事 然後也不知道 很常聽到懷孕很難懷 可是我不知道 然後等到自己 我當媽媽是在婚禮的 我自己婚禮的前三週發現的 然後前三週 就是婚禮前幾乎都在減肥 每天都在很認真的做運動 想要穿下那個最漂亮的婚紗 結果那時候體質是最健康 所以就做 有可能 然後結果就懷孕 然後懷孕結果去試婚紗 就一直哭 就是我那時候以為 一懷孕可能隔天就會變很胖吧 我就覺得我肚子馬上會大起來 所以就在那邊一直哭 然後就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還是繼續運動 因為想說我本來就很愛運動 所以也沒有再怕 然後結果在上一個 比較激烈的瑜伽完之後 我就發現出血了 然後那時候大概懷孕 大概四週五週吧 然後出血我就覺得好可怕 然後就趕快去診所 然後大概等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進去 醫生一驗 當天就驗到了心跳 然後結果我第一次知道 人可以哭的時候 會像一條魚離開水面一樣 我就一直在這樣 這樣子 那個檢查台上面哭了 怎麼會這樣 我就很激動 很激動 對 然後就真的驗到心跳 然後可是醫生就說 你真的這樣不行 你要多躺 然後到婚禮那天 就又很忙嘛 所以就很緊張 然後結果因為我是突然懷孕的 所以我結婚之後 一個月就有答應一部戲要開拍 然後大概是只拍三個禮拜 所以我覺得沒有關係 然後又要演很多騎摩托車 床戲 然後我怕會讓那個男主角有壓力 如果他知道我肚子裡面有小孩 然後又還 所以妳沒跟他講 我都沒跟他講 就整個劇組人都沒有跟他講 然後結果還是照牌 所以我一直到 所以過去說三個月不能講 不是說真的三個月不能講 其實三個月前都算是 應該是說 不穩定 那因為以前的人沒有像現在這麼快 就可以精準的驗孕 那可能那個古代就把賣 或者說那妳前三個月如果說流產 那有人就會覺得這個是假的 沒有什麼 所以事實上是前三個月是最危險的時候 流產率是最高的部分 所以人家說三個不能講 不是說那麼不能講 是因為它是很危險的 所以超過三六月四個月五個月的時候 是比較穩定就可以公佈這個喜訊 是這個意思 大家可以現在台灣 從這次防疫就知道 台灣的醫療走在非常地前面 是 台灣的婦產科在產檢方面 也是把所有最新的東西 都整合在一整套流程 所以我常常說 以現行的產檢來講 你只要跟上醫院的流程 大概就跑不掉了 其實世界衛生組織 他一直要把一些 有關於媽媽的胃教 或者是對於一個家庭胃教 在產檢的時候置入 為什麼 叫你幹嘛你就會幹嘛 幫人叫你起重控制 教你飲食要怎麼吃 教你甚至適當的運動 可以改善血壓 你會乖乖聽話 但有兩個疾病 就是在這時候介入 你可以看到你產檢 一定做的東西 一個叫 第二個就是在 有人初期 有人在六個月做一個血糖 所以 已經在目前會提早介入 現在是可以在十一到十三週 我們藉由一些抽血 外加你的超音波 看你的一個 子宮的血流的一個指數 可以預測 你未來會不會高血壓的風險 那這個要不要做呢 我上次被一個病人挑戰 他說 陳醫師我預測這個高血壓 是要幹嘛 我說就像如果有一個檢查 還可以 測你老公 未來會不會劈腿 你要不要做呢 他思考了一下說 我不會做 因為一旦他劈腿 我就把他砸掉 跟他剃了 所以我知道 我們醫生舉的例子 有時候不是很適當 那很多人說 那我做這個檢查好嗎 其實跟各位報告 我就舉我很有趣的兩個個案 第二個個案 他的第一胎 並沒有做這個檢查 於是他非常典型的 在二十七八週左右 子宮的胎盤功能慢慢變差 子宮的血流就不夠 他必須要加壓 把血灌到寶寶那邊去 所以他 他二十八週血壓慢慢高 小朋友慢慢長得小一點 到了三十二週 這個血壓就很不好控制 到了三十三週 寶寶越長越不大 正常三十二三週 應該在兩千多公克左右 他那時候血壓 已經到達了差不多一百八 小朋友正常體重 在三十三週應該兩千一二 他大概 所以在那時候 控制不好之下 我們就只好建議他開刀 他那時候被迫 因為媽媽危險 小孩也不會長 這時候我們寧願讓他出來長 那這才算順利 因為生完以後 他畢竟是因為懷孕影響的 所以生完以後 血壓也很運氣好的 在一兩個禮拜以後 血壓就慢慢正常 這種我們標準建議是 請你隔一年以上再懷孕 因為有些風險 要比較容易下降 他就很乖 然後這一次 陳醫師我跟你講 上一次的血壓 我一定要聽你的話 然後我們就好好檢查 所以一開始他做了 認同高血壓的一個監測 果然他是高風險值 一般高風險值 我們有一些表格 可以建議大家 第一個會吃低密度的 低劑量 阿斯比林可以改善血流彈性 他很乖喔 乖乖吃 第二個呢 適當運動 讓血管彈性好 甚至高激量維他命C跟E 還有運 還有那個體重控制 他每一樣都做了 很不幸的 這次二十六週 他就血壓高了 他一直問我說 陳醫師為什麼我聽你的話 陳醫師比上次還在 我說 醫療是統計學 多數人照這個會比較好 你還要想 你換一種想法 如果不聽你的 可能二十週就來了 有可能 對 瓜哥講得對 所以他這一次二十八週 寶寶八百公克就出來了 八百公克 能多嗎 可是要對這種小朋友 產生敬意 因為小朋友在裡面 環境不好 出來以後 沒有人苦毒他以後 他就長得很好 正如小朋友 認神高學 環境不好的小朋友 所以這個媽媽 其實後來又想念一下說 陳醫師為什麼我 這麼努力配合 可是結果還是不好 我說沒有不好 你看他現在長得很好 也對啦 你就知道 如果沒有現在的醫療偵測 我們前面希望預防 沒有預防到的 可是起碼在後面 是還不錯的 最重要的就是講結果 對 你都發生了 有時候你想 如果你沒做 可能這個小孩 他還留不下來 對 早產兒其實不用害怕 後天養成其實會 我後來才知道 早產兒不是我們想像中的 每個早產兒都會生得 很瘦弱的 沒有 我後來認識一個 我一個朋友 他說他是早產 我死都不相信 因為他跟我 我差不多大隻了 他說他六七個月就生了 就是後天其實可以補充 顧得好就好 對 很多因素 第一個早產兒出來 得到更多關愛 媽媽爸爸 爺爺奶奶 對巴掌不大 所以會一直灌 你知道小時候灌太多 後來會很難擋的 不過你這個八百功課 事實上也小了 八百 當然相對少 可是必須要台灣 感謝台灣的健保制度 跟台灣的新生兒的照顧制度 其實非常好 這代表二十年前六七百出來 一定會有一些後遺症 現在幾乎都很少很少的後遺症 尤其他是 準備好的早產兒 就是說他已經知道 今天要開 然後通行準備好 這種通行很難出問題 我覺得現在的那個婦產科醫生 對於體重控管 真的非常非常的嚴格 對 就是說 你只能胖八到十公斤一胎 那我就想說 我媽媽那個年代 就是十五公斤 二十公斤起跳 沒有人在管 對 而且我那個時候 出生的時候四千公斤 就是四千公斤 四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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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也是自然生 就也生出來了 所以我就覺得 應該也還好 而且我覺得我身體 就也滿健康的 都在規律運動等等 然後沒想到 有一次去產檢 那時候是中期去產檢 然後一個月產檢一次 然後那次去產檢 就發現比上個月 怕多了兩公斤 然後兩公斤 其實應該還算正常吧 對 但是沒有醫生就說 不行 你這樣胖太多了 一個月這樣子胖太多 然後他在超音波 照我的那個養水的時候 他說 你是不是最近 電粉還有甜食吃了比較多 我說醫生你怎麼知道 他說你的 然後後來就被醫生警告說 你這樣不行 你一定要控制 然後你不能超過 如果孩子到時候養得太大 你會很難生 然後之後 我等於說每次回去產檢的時候 要上那個體重機 就會非常非常的焦慮 然後還去書局買了那種各種的 譬如說養胎不養肉啊等等的那種 書來看 然後照著營養師的那個菜單去吃 就覺得把自己搞得很焦慮 我本來還想說 懷孕我終於可以好吃 好好吃 不用減重 不用節食 就沒有想到就是 被醫生打壞了我的這個好算盤 我後來其實兩胎 我真的都很乖 我一胎中六公斤 一胎中八公斤 好少喔 對 可是我寶寶出來都是 都很標準 都是兩千八 然後三千這樣 對 一個六 你到底看了什麼書 養胎養不養 好厲害喔 真的叫養胎不養肉 對 非常標準啊 超標準的 好厲害喔 你說超過一點點 都還能夠算得了 才六公斤 八公斤了 六公斤了 所以她要謝謝她的醫師 比較嚴格的家家老師 因為我們有些產檢 當然我是支持懷孕 過程當中平常心 可是要記得 我說你增加太多 還是要注意啊 你事後會很好省啊 古時候我們看 所有連續劇都說 坐好 坐好 想吃什麼 吃什麼要買啊 想吃 想睡就睡啊 對 而且這時候就可以使喚老公 半夜肚子餓了 可以吃什麼就買 是 我想吃腰花 好 那這個剛剛那個保安醫師 講那個胖的問題 其實比較重要 不是說每個媽媽都要很瘦 對 像我們還是以一個 以BMI比較科學化 BMI來看 如果你是本來是那種像 在做的那種紙片人 四十幾公斤 你胖到十五公斤 應該都還可以接受 如果你是本來就比較胖的 那種媽媽 BMI值比較高的 當然是建議在十公斤以下 那再來就是 我今天要講的個案是 針對寶寶自己的問題 像基因的問題 其實基因是最重要的 那我在這邊分享兩個故事 是有關 這是台灣第一名 最常見到的一個產檢 那這個媽媽她是來的時候 她來找我產檢 她就推著一個娃娃車 推進來看 她第一胎不是在我們醫院生 你一看臉 一看就是唐寶寶 她要來我們的醫院產檢 順便這個小朋友要在這邊做腐檢 那我說大概知道 我說那你上一胎是 沒有做基因的篩檢嗎 那她說我就忘記 因為我家在祖面 所以那天在祖面 然後好像客人很多 我就跟她之前的醫院約好 結果她就沒去 她覺得我應該不會有事 我年輕 就這樣生出來就唐視證了 所以這個基因檢查 有的時候 該做的時候就該做 後來這個媽媽就很乖的 什麼全做 然後第二胎就OK 那在這裡還有 第二個故事分享的時候就是 她這個媽媽她是 她沒有懷孕她就來 她來我的門診 她也是 她先問 她說我有一個老大 可是我一直不敢懷孕 那我就問她說 你為什麼不敢懷孕 她說我老大生出來 那個皮膚有一些 那個毛囊角化症 就是皮膚像會掉 頭髮都長不出來 但是智力什麼都沒有問題 她就很害怕 那我就問她說 那你 因為她來我可以看到媽媽 媽媽是正常的 沒有任何狀況 她說那你先生 有沒有這樣的情 她說我先生都正常 那你們雙方的家族性 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她也說都正常 可是就生出這個小朋友 是有問題 她就不敢懷孕這樣 她就說這個小朋友 已經六歲了 她說這六年來 他們都不敢懷孕 她很害怕第二胎又是這樣 可是因為小朋友越來越大 沒有辦法 她就想要再生一個小孩 所以她就來問我們說 這遺傳方面的東西 我說如果說你們 你們不用擔心 你就真的能夠懷孕的話 現在的技術很好 可以做檢查 但是是不是會遇到這樣 那這就不一定了 那因為她老大知道 是 這已經被確診了 那這個東西 我們都可以利用抽羊水 去做篩檢 隔了一年後她又回來 她講說我懷孕了 她就很高興 那等到十六跟十八週的時候 我們就給她排羊毛穿 直接檢查 全套都給她做上去了 那做上去之後 她會先打 她一週就打電話到診間 我的報告出來了 要等三個禮拜 對 因為那個報告 然後羊水要慢慢養 那個是需要一點時間 三個禮拜她回來了 然後她就很緊張 我一看到她之後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看報告 然後那個看報告也是一樣 那在看診 那種慢慢焦慮的情況 就像詹醫師 不能任何嘆氣 你知道 那時候我就是點那個下門 我這樣 我這樣看 她說是不是有異常 不是 那個醫院的電腦太慢了 對 因為那個我們醫院電腦 設備比較那個速度 所以你們還不知道 那時候 其實已經知道了 那你就經理 你多壞了 你們進來就恭喜恭喜 因為要秀給她看那個 你可以先恭喜她再給她 你不能說你慢慢做 我跟妳講 然後都沒有笑容 我跟妳講幾件事 你們現在看這個片子 我跟妳講好了 這個真的壓力太大 對 然後後來都正常 然後她就放了一口氣 放下一口氣來說 那還好 二十週我們會做超音波檢查 然後到二十四週 她就排了一個高層次的檢查 我們在看的時候 她這一次 她把她老大帶來了 在照的過程當中 她就很緊張 妳只要稍微慢了一下 她就說是看到什麼東西有問題 是缺什麼 然後一直很緊張 那我說妳不要擔心 妳的肌沒有問題 只要妳的外型 看起來沒有大的狀況 原則上妳是不要太擔心的 所以這個媽媽 她就從頭一直擔心 擔心到她 還沒有生出來的情況 她都非常焦慮說 會不會跟老大 同樣的這個問題 就像我覺得台灣的醫療非常的好 然後所以我們有很多很多檢查 但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英國懷孕 然後他也是台灣人 叫英國 然後他也是 然後他要去醫院掛號 醫生就跟他說 你不用來 你等到十二週之後再來 十二週之後 你現在前面都不用進 就是前 你是 英國的醫師 英國的醫生 看不到醫生的 就是只是去護士那邊問 他說要等到十二週 你才可以進來看醫生 然後他說可是台灣那邊 會開黃體素 你可不可以給我黃體素 吃我可以就是安泰這樣 他說不用 留得住就留得住 留不住就留不住 留不住 然後我另外一個朋友是在 逝者生存 對 我覺得也滿樂觀的 然後夏威夷 一個朋友嫁去夏威夷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也是高齡產婦 所以他就是一定要做 羊膜傳遞 我們台灣好像是三十四 所以要做 三十五 三十四 夏威夷的醫生就跟他說 你不用做 你就開開心心的 等小孩來就好了 你不用做 然後他就一直求醫生說 我想要做這樣 我想要做這樣 然後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不同的國家的國情 真的差別很大 第一個跟他們宗教有關 他們尊重生命 所以不必要的介入 他們是絕對不要 第二個其實跟他們 醫療環境有關 其實他們必須 減少醫療花費 你就發現這次防疫也是一樣 他們會建議沒事不要去 因為去就要花錢 他們也沒有那麼大的容量 我們曾經有一次產經 我印象很深刻 加拿大人 老公是加拿大人 他進來臉都很臭 因為他說 在我們加拿大 只要照兩次超音波 你們台灣那麼不會照 為什麼每次都要照 你知道嗎 他的態度是覺得 我幹嘛照那麼多次 可是在我們的文化 跟那個養成教育裡面 已經習慣 以及每次都要 乖乖做功課這個概念 那你說這樣有沒有幫助呢 當然是有它的價值在 因為某些 我還是建議照我們建議的 的流程去偵測就好 有不用跳急 二三 二十幾歲就做一大堆 很精密的檢查 你可以先做初階的篩檢 有問題要跳到下一階 可是國外連初階篩檢 有時候他都覺得尊重生命 他其實都不做的 這就跟戴口罩一樣 他不戴 台灣都戴 然後國外都不戴 是 也沒什麼對的 反正環境 我覺得台灣真的很幸福 尤其醫療這一塊 我們這個節目做四年 是兩三年前 我們一直在講 我們台灣醫療很棒 真的 要珍惜 都沒有人要聽 對 直到最近大家在想 我們台灣醫療真的很棒 真的 對不對 是 那其實像我們健保的 給付的產檢 是十次 所以大概接近就是 一個月做一次產檢這樣 但是當然在某些 特殊的狀況下 我們會把那個時間 排得密一點 那我過去就遇到一個媽媽 是這樣 她四十三歲 前面三胎 她三十七歲才結婚 那後續有懷孕過三次 但三次大概都在 十週左右就有流產 就流產這樣 那這次好不容易自然懷孕 又懷孕了 那她就到我們醫院做產檢 後面她就說 因為她前面已經流產過三次 她希望能夠 每週都來做檢查 我說是沒有關係 但是其實每週檢查 我們也 剛開始也看不到什麼東西這樣子 那她就連續這樣子 每週看 好不容易在第六週的時候 看到認成囊 就是懷孕囊的部分 那大概在七週八 七到八週的時候 有幫她看到心跳 她就覺得這樣比較安心了 有看到心跳了這樣子 她說因為她住在新北市 離我們那邊比較遠一點 她就說 那醫生我後續就在 診所檢查就好了 我說沒問題 反正你就是規則做產檢 結果到了二十多週回來的時候 那她回來的時候稍微有一點 看起來眉頭伸鎖 有點憂鬱這樣子 她就說 她在診所那邊檢查 有一點有問題 我就說好 沒關係 那那個媽媽手冊拿來我看一下 他們怎麼寫這樣子 她說她沒有媽媽手冊 那邊醫生收走了 她說那邊醫生跟她說 是無腦兒 那幫她掃超音波的時候 換成我眉頭伸鎖這樣子 真的就是無腦兒 那所以就跟她講說 確實是無腦兒 那我說外面應該會建議 你就是拿掉這樣子 她說因為她前面都流產三次 那這次好不容易自然懷 那她自己有宗教信仰 那她宗教信仰是不准 去拿小孩這樣子 所以她跟診所講了之後 診所就說不行 你那個要儘快做處理 因為放在裡面 他們也不放心這樣子 但是因為她宗教的關係 她就沒辦法 那診所說 那我只好把你的那個 媽媽手冊拿走 等你確定要拿掉的時候 再回來這樣 那回來醫院 她就問我這樣子 相關的一個問題 我剛剛說無腦兒 基本上其實出來 還是不會活 所以最終還是要讓她出來 那她說能不能等她 自己出來這樣子 我說可以 那我們就是還是規則做產檢 那後來很不幸的話 她那個媽媽還是在 寶寶大概在30週左右 沒有心跳 那那個時候其實大小已經快 就已經2000多了 那那個時候就是考慮說 到底要頭腹出來 還是自然出來 那因為考量到傷口會 還是會讓她不舒服這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是跟她講說 我們嘗試看看迎產 如果可以出來的話 那當然就從底下出來 她的一個傷害會比較小 所以後來的話 還好是順利迎產了 大概贏了兩天 那寶寶後來順利的 排出來這樣子 可是後續的部分的話 我就跟她建議說 其實她會需要做一些 基因方面的篩檢 染色體方面的篩檢 那她說因為宗教的關係 其實她還是不能接受 這樣子的一個篩檢的部分 其實我之前有遇到過 剛剛講是無腦 但是我之前遇到過一個孩子 她是水腦 她這個腦部是脹得很大 那脹得很大裡面就是因為 你這樣照出來不會覺得 她的頭 對 是水腦 那我早就跟媽媽講說 這個孩子是水腦 那水腦腦部沒有發育 她出來以後 大概幾天 她的呼吸什麼就會中止了 那可是這個媽媽就說 因為她是天主教徒 她說她絕對不做這種隱藏 而且她說這是上帝的恩典 孩子出來幾天 我都願意跟她照顧她幾天 那所以我們一路追蹤 那因為她那個頭很大 那我們又怕萬一 把她弄破或什麼這個 所以後來就建議她就是剖腹產 那剖腹產把這個孩子 生出來以後 那真的結果媽媽就抱在懷裡 然後就一直 我說真的 我不是很懂 可是她就可能唱聖歌 或什麼陪她這樣 然後我們就最後才幫她 再做處理這樣 所以這個可能也有一些忠孝 好像李醫師的也是這樣說 對 也是忠孝反式 我們現在是往生的人 比生小孩還要多 我們已經是負成長了 對 希望透過這個疫情 雖然是不該來的 可是來了一定有她的用意 希望大家多努力 除了打手 有一點要互相追逐一下 我們希望到十月 十一月 可能生產也很變 應該會有影響 我覺得 瓜哥 我跟你講 是真的已經開始受孕增加了 因為大概我們一月底 開始風這麼大了 我前幾天已經有一些產檢 就是他們本來五六月 才要準備懷孕 那因為被隔離沒事 兩個都從大陸來 過去已經接過兩三個 他們說沒辦法 因為沒事啊 所以其實 那真的居家隔離 真的 兩個 夫妻看家庭是否改變很多 真的 以前先生常常帶外地工作 兩三個月回來 現在天天看 現在不能出餐 很不習慣常吵架 真的會有這麼 然後後鳥夫妻也有變 都在一起了 看下一個 來 生完才是苦痛的開始 各種症狀好崩潰 是的 事實上剛剛都提到說 這個懷孕事實上很不容易 那生產更是不容易 那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是從外院來的 那他來的時候就是說 因為他是 那跑步產以後就一直腰很 很痠痛這樣的感覺 那我一聽他跑步產就說 我們都大概會問一下說 你大概在哪裡生 那當時生的寶寶的情況怎麼樣 結果他是說 就叫做這個跑步產 當時的孩子大概有 那所以生產的時候 那我一聽就覺得 好像在聽說他這個 生產的這個醫院 比較崇尚一些比較新的 這個手術的技術叫做 結果他那個生產的時候 可能就讓他傷到了 他的那個疏尿管 跟膀胱的部分 那所以就導致說 那那個疏尿管 可能有這種受傷 那變成說那個疏尿管有堵塞 那所以我們在做超音波的時候 我確實看到 那這時候趕快跟泌療科醫師 在做那個會診 那他們說真的要試試看 那還好他滿順利的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叫 就是在膀胱鏡底下 就把那個管子放過去了 那那個硬管子放過去以後 就是說讓他的組織 不會一直壓迫到 那大概過了三個月以後 他說其他的這個組織 也都復原了差不多以後 才把這個雙痘一打管拿掉 那這個是比較算是也 也就是說有姐姐她的問題這樣 那剛剛提到說 這個什麼叫做腹膜外的膨膜 就是說因為傳統我們的子宮 事實上在我們的這個 算是腹膜外的器官 可是我們在開刀方面 我們都是會經過腹膜進去 那這樣子有些的病人就會覺得說 可能 所以就衍生出來說的 腹膜外的手術 但是腹膜外的手術 真的是需要經驗跟這個 跟這個就是說要抓好它的大小 因為剛剛我提到那個寶寶大概四千 所以它是太大是不適合的 大家我們看很多 不論是科技的進步或醫療的進步 一定會有一些創新舉動 所有的創新舉動 一定有一些風險會增加 可是你如果不讓這些創新 先開始進行 去修正沒有新的好東西 我舉剛剛講腹膜外 當然你聽是一個名字 Anyway這是一個老術士 它不是一個新術士 可是為什麼在以往沒有推廣很成功 因為它有它的一些風險 不然開刀的時候 那個空間血腫 萬一 出血比較不好止 萬一壓迫到 膀胱受傷的機會比較多 甚至剛剛提到塑料管 受傷的機會比較過 那是因為這樣就不出力了 可是它帶來的代價是 它的 減少沾黏 它的疼痛感少很多 可是它必須搭配很多的 一些細數要一起改進 包含 它麻醉要更好 因為它麻醉要夠軟才好開 第二個開刀的時候 技術兩個人就要很懂 這個空間要小心一點 哪些地方危險的地方要避開 第三個如果在開刀的時候 藉由一些工具可以使它更方便 於是只要你這些搭配起來 手術時間更縮短 病人的疼痛感差很多 滿意度很高 這從病人的評價是最清楚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很好 可是難免還是在過程當中 會有一些誤差 有些東西它有它的風險 就稍微回避一下下 所以這就是科技在進步 我覺得很多東西 也是在醫療端 你可以跟你的醫師商量 你想要什麼效果 你什麼要擔心什麼 我每次病人擔心很多事情 我說 你把你最擔心的事情 前三樣寫下來 因為有些人很濾病 他可以寫二十項 我說二十項我沒辦法 那你把最擔心的 前三樣寫下來 我們把這三樣避開 那我們再來選你最要的 然後這樣比較容易 達到一個共識 是 現在聽了才知道 父母外的那個 那個學問這麼大 因為像我們身為一個產婦 我們都是上網查一查 就覺得父母外好流行 我要父母外 就不知道自己的小孩 不能太大 怎麼樣才可以 才可以有這個問題 然後像我生的時候 我是自然產 然後因為我生的時候 我的小孩 應該小孩是 原來生的時候 頭是應該要這樣子下來 對 然後我的小孩頭是這樣子 臉朝上 他是臉朝上 對 然後所以他就一直卡在齒骨 然後醫生就是 因為我跟醫生產檢了十個月 所以就會很熟 就看他很緊張的 不知道一直在做什麼 然後他就一直說 我也很緊張 他就一直說卡住卡住 現在好像出不來 然後好像最後 他一直推那個小孩的頭 還是怎麼樣 把他這樣推 然後才把他拉出來 所以反正我的小孩 就在我的骨盆卡了 在那個齒骨那邊卡了很久 對啊 所以這就造成我的 漏尿的情況 可能會比一般的產婦嚴重 然後我記得 因為我是自然產 所以下面會有縫傷口 然後一開始都覺得 下面的傷口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很害怕 然後醫生就給你一個點酒的水 然後要你去 泡那個傷口 然後我只要 一泡進溫水裡面 我就會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我該不會永遠都這樣子吧 怎麼會不能夠控制 自己的那個尿 然後就到 就是月子做完之後 就好一點 然後慢慢慢慢 就是要靠運動 恢復 可是還是會有很多問題 像是我不太能 跑跑跳跳 我也很喜歡跑步 跳跳繩 高台溪運動 左跳右跳 這個都會讓我到現在 還是會很容易尿出 真的 有方法 其實只要是懷孕這件事 就比沒懷的人容易 第二個 自然生產比剖腹產容易 還有第三個 這三個 你最重要的是 這是真實的 就是隨著年齡見真 那其實難免會有 如果你的情形 你都生完六個月 還是沒有得到足夠改善 我建議你就醫 現在婦女面臟科 它可以有很多工具 真的嚴重還是手術 手術矯正也是一個 很好的方式 在非手術當中 有很多其他的管道 可以協助 我覺得可以就醫看看 好 其實生小孩 真的是一個很痛很痛的過程 所以大家都很想說 那我就快一點把它生一生 但是其實很快生 也是會產生問題 像有次遇到一個產婦 他從進來到出去 生小孩只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他就在感受 他就感受 然後時間 一下就跑出來了 那我們就一樣 正常的程序就把它縫合 那時候他就 應該是生很多胎了吧 第二胎 第二胎 這生很快 這個應該是三四胎 才有辦法這樣 好快喔 那他生完之後 就一樣就到病房去就休息了 到隔天之後 他就開始跟我們說 他屁股怎麼那麼痛 很痛很痛 那頭也很暈 那整個臉都很蒼白 那我們就把他的屁股 一打開來看 就發現整個 屁股跟會硬的地方 然後很硬的一塊 為什麼這樣 那就是 因為那個在生產 在生很快的時候 太急了 其實那整個過程 一 寶寶一推過去 很多微血管都破掉 不是我們能夠縫合就縫合得到 所以在骨盆底的地方 這個微血管 它就慢慢慢慢慢慢的流血 那一個很大的空腔 可以把整個全身的血 都把它在那邊擠 這個是很好的胃教 因為電視之前 我們說假如只要生小孩的 也不能求太快 對 就不能太快 那後來它就是 我們又把它 而且它還住到加護病房 還輸血 才可以變好 手上如果稍微有點瘀青 都要兩三個月才會好 它那個 在整個屁股這個地方瘀青 其實就是兩三個月都很痛 連走路都有困難 所以當媽媽在生小孩的時候 是真的是很辛苦 真的 越聽越可怕 要不及了 要不及了 我會嚇到 我們來第二胎的時候 大概36週 我想說 離生產快接近了 所以我就去運動 我去走樓梯 我一口氣從我們家四樓 走到二十二樓 你太高了 四樓走到二十二樓 我就想說 這樣子那個會比較好生 而且會生比較快 生太快會變成這樣 對 我就是變成這樣 那我就是想說 一口氣走完 因為我生第一胎的時候 太少走了 所以我拖到四十週的時候才生 所以就想說 第二胎不要那麼晚生 所以我就一直狂走了 然後就那一天晚上 睡覺的時候 半夜就肚子很痛 就一直痛痛醒醒 痛痛醒醒 可是我就沒有力氣叫我 我老公起床 然後一直到早上 撐到早上 老公起來的時候 我就拜託他帶我去醫院 然後去醫院 醫生就說 對 那時候才三十六樓 他說你已經開兩指了 你不能出院了 你就是要趕快留下來待產了 可能有可能隨時當天都會生 然後就趕快幫我打胺胎針 然後幫我打那個肺部成熟 肺部綠 綠泡成熟針 然後就所有動作都做完了 然後我就 我那時候還沒有意識到 我要生產 我就跟醫生說 拜託你可不可以讓我出去洗個頭 因為一個月不能洗頭太困難了 然後我就說 你拜託讓我出去一下 然後順便回家拿個帶產報 醫生就說你不行 你絕對不能出院 對 然後就一直躺... 躺到傍晚 醫生覺得說 好像安下來了 沒有什麼動靜呢 好吧 那還是讓你出院回家 就讓你出院了 就被子安胎藥 就開著糧紙去洗頭這樣 對 就出院回家了 然後就這樣安下來 然後就跟醫生約好說 三十七週要來催生 因為他覺得我的胎盤 已經蓋化了 寶寶吸收不到什麼營養了 所以該出來就可以出來 那那時候去催生的時候 躺了一天多 都沒有任何的頻率的工作 對 都沒有進展 那時候也有打催生針 可是都沒有任何進展 那護理師就來跟我說 那我幫你 我就嚇到 我就聽說人工破水會很痛 因為破完水 好像就開始公縮 我會頻率供縮 那如果一直沒有生 一直撐到二十四小時 沒有生的話 就要那個剖腹產 這樣就要吃全餐 我就不想剖腹 因為我老大的時候是自然產 我就想說自然產恢復比較快 然後護理師把我破完水之後 我馬上感覺到 好痛喔 真的很痛很痛很痛 痛到我覺得妹妹要衝出來 因為第二台是女生嘛 妹妹 我說真的 真的很痛 我覺得女兒快出來了 然後她說那我再幫你測看看 有沒有開支了 那個開支有沒有進展 結果她一側 全開了 好快喔 那時候從兩指半 一直到全開這樣不到五分鐘的時間 所以趕快通知醫生來接生 所以我從破水完到生出來 不到二十分鐘 那也因為過程太過快了 所以我的 對 就像醫生剛剛說的這樣 我剛剛王醫師講的 對 可是就真的很痛 那天晚上真的是痛到沒有辦法睡覺 我想要側都沒有辦法 側身都沒有辦法 然後醫生就一直跟我說 你可以打止痛針 我就一直想說 我第一胎都沒有打了 我幹嘛第二胎還打 為什麼要讓自己身體還要承受那個止痛針這樣 坐月子就好好坐月子 我就一直撐 撐到早上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跟護理師說 麻煩幫我打一下止痛針 打完之後我就上天堂了 我就想說 我為什麼要撐這個酒 為什麼不早點打 以前我們常常聽長輩在講說 妳的阿嬤以前 妳生了六七個 那一胎是在麻將桌上 就把妳生下來 對 她已經開玩笑了 真的有可能這樣 外面生以前沒有醫院的時候怎麼辦 就自己生啊 影片不是點 網路上影片都會在坐車 去醫院的路上 媽媽就把小孩拉起來什麼的 可是我媽也這樣說過 她說生你啊 就跟生大便一樣快 五分鐘就出來了 表示有緣啊 妳沒有折騰妳 然後我就以前就一直覺得 那應該生小孩很輕鬆吧 對 我相信妳以後生小孩 像放個屁一樣 希望 對... 可是我覺得像那個 剛剛醫師啊 然後他可同講 我覺得我真的是綜合大家 我覺得我感覺好像 地獄倒霉鬼 因為我覺得用力太快 就是你太快生出來 我本來還得意洋洋 因為我第一胎的時候 我一進到那個 因為他其實寶寶著罐之後 就是要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他在卡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才會讓你進去產房 我進去產房之後 我老公還好他本身 常常就跟醫生的到 所以他換那個衣服很快 他才一走進來 我的孩子就生出來 我就用力第二下 我那時候其實還得意洋洋 看那個影片 就是 用力第二下 我的孩子就出來了 因為我每天都跟我女兒講說 妳要跟媽媽一起同心協力 我們一起很快的 跟彼此見面喔 然後結果誰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我女兒 她也是臉出來的 然後你知道 她因為她很用力的衝 然後我也很用力的擠 我女兒出來的時候 這臉 一整圈是紅的 紅了一整周 然後跟那個麵包超人一樣 對 然後我自己生的 我也生很用力很快 因為我第一胎生產的那個醫院 那個護士都很高亢 媽媽妳很棒 加油 妳用力 很貴 然後我就想 太好了 然後就生出來 生出來之後 妳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我一生出來之後 我不是下面微血管破裂 我是整個 然後我以為 沒有 就是全部都是斑點 然後我到月子中 我還真的以為 我就從此就毀容了 你知道 因為那個整個人都花到不行 你根本不敢拍照 然後生出來之後 然後重點這周周上 我也有失血 所以我也有疏血 然後我疏血 然後又擦尿管 所以躺在那個床上 妳就不能自己去弄傷口什麼的 第一次護士來檢查我的時候 我想說我已經就這麼可憐 應該不會再可憐到哪去吧 他一脫下我的褲子 他就這樣 然後我想說 怎麼了 怎麼了 我怎麼了 他就說 他說你 你這個傷口 撕裂得好大喔這樣 我就老公幫我換藥 要一直擦藥 我就說老公 那個護士說 我的傷口很大 它真的很大嗎 老公以後不知道他會不會愛我 他說沒有啊 我根本看不到 沒有傷口 幾乎沒有 我說真的嗎 他就說對 然後我就想說 那應該護士大驚小怪 然後結果我到月子中心的時候 那個護士 護理師 對 他又要檢查 然後我又拖下來 然後側面他要檢查 他說 媽媽妳的這個 我看起來很厲害 我就說怎麼了嗎 我老公說沒有 他說你這已經是 四級撕裂傷的程度了吧 然後我才想說 怎麼會這個樣子 然後就是自己 就是在上廁所的時候 因為太痛 所以就偷偷去摸 我也不敢看 就是你在摸鼠那個長度 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我第一胎的時候 這個傷口總共就是 有縫線什麼的 總共就是花了兩週 才真的復原 可是我以為這樣都是正常的 那你也不會去跟人家比較說 你的多長 或什麼之類 就不會這樣 但是我第二胎的時候 是在保養醫師的醫院生 但是我那一胎還沒有出院 因為自然產通常三天不超過 所以就知道第一胎跟第二胎 因為第二胎 我就知道我的經驗 我就不管別人怎麼樣 我就是慢慢的生這樣子 不用擠 對 然後就復原得很好這樣 可以想像中 如果臉朝前面的 對 就好像我們藝人在玩那個 對 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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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衝破保鮮膜 對 那我之前就一過一過 大概二十幾歲的媽媽 然後她大概生完兩週左右 然後就覺得自己 然後就是可能就發現怎麼 然後後來甚至嚴重到 她整個就是 化膿 然後那個膿整個破出來 破到傷口外面 變成一個潰瘍 然後她還來看醫生 然後一打開發現 怎麼就是一個潰瘍 然後超音波一般 照發現整個胸部都化膿了 就是整個很嚴重這樣子 所以其實有時候媽媽 就是可能給自己壓力太大 然後或者是可能作息不正常 或者是有時候 奶沒有把它排空 沒有就是擠乾淨什麼的 可能就會造成這樣子 那這時候其實也呼籲媽媽 就是發生乳腺炎 也不要就是太沮喪或什麼 那還是要繼續餵奶 要不然才不會越來越嚴重 是 對 那個就 對啊 就是真的像石頭一樣 而且它爛掉了 就是很像痘痘爆掉一樣 還要找專人可以擠奶的 專門的 有蜜乳 對 有那種痛比 身還痛嗎 超痛 很痛 我覺得它都要拿來拿來舉手 連要脫衣服都舉不起來 對 就這裡走一例 我那時候是腋下 那是腐乳 那是腐乳 不是腐乳吧 腐乳 腐乳 就是說我們正常的人 就是看到兩個乳房 但是你如果看那個小狗小貓 牠們的乳房是整排有沒有 那我們人是 因為這兩個最主要 其他的都退化掉了 那等到說懷孕或者說產後 因為你蜜乳的時候 這邊就會鼓起來 有的人認真看 還可以看到好像有小女孩 對 那個就盡量把它 揉散揉散就好了 可是就很痛啊 是連舉手都沒有辦法 有的人因為太壓迫了 然後睡覺也沒有辦法睡 對 不過應該享受一下 難得一輩子就那麼的 瘋滿 瘋滿 那過去我有遇到一個媽媽 也是這樣子 她來的話 主要不是看產後的問題 她說 她已經生產完半年 那半年的話 陰道一直發炎感染 她去了很多家診所 幫她開了塞劑 抗那個細菌的藥物 但是都沒有效果 那我們幫她做內診檢查的時候 就發現那個分泌很灌 就是 很像鼻涕那種感覺 很濃 但是很臭 所以就是幫她清掉 那些黏液之後 再往生部看 結果後來 在子宮頸的下方 那個鴨嘴真的是擺到很深 看到一個大概0.1公分 很小的一個洞 在那個地方就是冒出 像剛剛那樣鼻涕的濃液跟泡泡 那種感覺 對 所以當下其實就知道說 那個地方是有破洞 有破洞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就問媽媽說 當時你生產的狀況到底怎麼樣 她說她第一胎 生了一個4300公克的一個寶寶 那那個時候 醫生也直接跟她講說 她是第四度的獵傷 有幫她做縫合 有幫她做縫合 可是第四度的獵傷 其實不見得是外界的 一個獵傷 其實有可能是 獵到深部的部分有可能 第四度的獵傷 我們會盡量避免說便秘的狀況 那希望能夠盡量 就是稍微有一點點拉吸 都沒關係 因為那些糞便 如果通過傷口的話 有可能會影響傷口的癒合 那媽媽因為照顧寶寶很累 所以其實也不以為意 後面要再修補的時候 我們就只要請直腸外科來 先把大腸的部分補好 我們再去補陰道的部分 把一些肉的組織 盡量拉厚一點拉過來 把它墊得比較厚一點 才不會再破洞這樣子 所以這部分其實真的是要很小心 那後來手術完之後 也是跟她建議說 就是這次要好好的乖乖的 吃軟便藥 不要再有便秘這樣的狀況 後來連續檢查三個月沒事 才讓她安心回去這樣子 聽了那麼多故事 女性懷孕 生小孩的過程 真的是非常辛苦 真的 沒有情深體驗的我們 真是沒辦法體會 產後更要開啟養小孩 她的人生過程 我剛剛講擔心的很多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適時的 給偉大的女性 多多體驗跟關懷 謝謝大家 謝謝